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精神谱系 读书与您分享非凡百年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我们常说 人无精神则不利 国无精神则不强 对于历经百年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来说 它的精神力量是怎样的呢 今天 我们就从这一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非凡百年》中来寻找答案 这本书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同名百集节目官方授权图书 它通过我们总台百位播音员主持人 讲述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和引领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的征程中所发生的那些感人故事 来展现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我是一名有着23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我自己就是革命人的后代 我老爷呢 是早期的抗联战士 我爷爷就是一位老党员 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 我不想做旁观者 我要做参与者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他们要去井泡子里破冰取水 取回来多少水 最后50多吨水 什么样的人才是最值得我们尊敬和景仰的人 国难当头 浴血奋战 英雄无我 守我河山 但是张贵梅校长打动我们的 我相信还不仅仅是一种忘我的职业精神 他还有一份浓浓的家国情怀 我想宣传工作 其实他就是在举旗帜 而对于一支队伍来说 旗帜不倒 那么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倒 翻开这本书的目录 我们可以看到有建党精神 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 改革开放精神 脱贫攻坚精神等等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读几个 各个党员 需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 及利益关系 以拥护党的一致 党的先驱们 忠诚于信仰 愿勇往奋尽以赴之 断头流血以从之 但今翠利益成之 于是 苏赵征 鞠躬尽瘁 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大家同心协力 达到革命的胜利 方志敏就以前说 敌人 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绝不能动摇 我们的信仰 他们忠诚于组织 认定党可以充决历史之质固 抵挡历史之机会 新造民族之生命 挽回民族之青春 于是 朱德不要高官后路 不远万里跑去西欧 找党 找真理 终得偿所愿 贺龙 在革命最低潮时 还坚定地要入党 先后交了八次入党申请书 李立三告诉工人 劳工不可辱 工字加人字 旧是天 出身大地主家庭的澎湃 现身农民运动 首先便烧了自家 五千三百米地气 他们的确成了 永久的精明 他们铸就的建党精神 永远不行 您看 有讲述建党精神的 还有讲述延安精神的 我们再去听一听 有这么一所大学 它条件简陋 环境危险 没有教室 没有大米吃 每天都要担心 日寇飞机的轰炸 七七事变后 日军大举侵华 那时的延安 在大批心忧天下 报国无门的青年人心中 成为革命的圣地 毛泽东亲自担任了 学校的教育委员会主席 经常到抗大讲演 今天在中央档案馆里 还保留着毛泽东在抗大的 二十六篇讲话记录稿 他的这些讲话 深入浅出 生动活泼 用精辟的语言 讲清楚了很多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今天我们要去西藏 很方便 对吧 飞机 火车 可是您知道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进藏有多难吗 只有一条险峻的异道 他从拉萨到西宁 或者是成东 往返一次 要花上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种精神 就是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顽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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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看 拖一拖沉甸甸的稻穗 闻一闻稻谷的气息 在他几十年的守望中 原本母产三四百斤的水稻 硬是达到了母产一千六百斤 酷暑时节 他赤脚踩在稻田里 手拿放大镜 在几千几万个稻穗里寻找 像大海捞针一样 日复一日没有收获 但他总是乐观地期待着 他知道 这种不育珠 尽管概率为数万分之一 但总归还是会有的 这种意念支撑着他 终于在观察了十四余万株稻穗后 他在洞庭藻千品种中 发现了第一株雄性不育珠 这也意味着 袁隆平在功课杂交到育种难题上 跨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他曾说 任何一项科研成果 都来自于深入细致的实干苦干 我们搞育种 是一门应用科学 它是要实践的 硬是要到田里面去 肯定要流汗的 因为书本上种不出水稻 电脑里也种不出水稻来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道花香里说丰年 这是袁隆平的理想 公耕田野脚踏实地地 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这是他的执着 我们感念他的家国情怀 也敬佩他真挚的科学家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中 出现了一个又一个 生动鲜活的精神坐标 成为了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 不断攻坚克难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历史虽然过去 精神却永远传承 好 感谢和我一起共读 《非凡百年》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儿